大概一個夏天會去經濟 兩三次吧 那你去海邊最期待什麼事情 海邊嗎 比基尼嗎 哈哈哈哈 陽光沙灘比基尼是夏天不可或缺的元素 民眾放假往海邊跑看閃亮大海 跟穿泳裝的拉美消暑一下 看得太專心看到眼睛破大洞 有的人可能因為去往海邊眼睛不舒服去求診 醫生跟他講眼睛破洞 應該就是指角膜受到紫外線的損傷 所以造成角膜有破皮 那光照性角膜炎一般造成我們眼睛傷害 就是在最表面眼睛最表層 這個眼角膜透明的這個結構的部位 那因為接受紫外線刺激 所以角膜的上皮細胞受到損壞 導致角膜發炎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我們要去海邊 或者是我們要去登山 我們可能就要準備太陽眼鏡 不只在家外連在市區都能感受到 那邊鏡當然就是有要抗 最基本的就是要抗UV 那抗UV就是UV400 對 這是最基本的門檻 那如果說譬如說可能在每個鏡片 它有一個濾鏡的等級 那一般如果是去海邊去雪地的話 或者是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那可能會建議也可以使用有偏光鏡片功能的鏡片 對 那乒光鏡片的話主要是把一些 四面八方的折射光把它擋掉 對 那可以讓我們的標的物更清楚一點這樣子 夏天不只身體防曬很重要 眼睛的防護措施更不能少 保護好靈魂之窗才能看更多的美麗風景 對 它們 會不會很適合 然後再用一張照片 對 它們 會不會很適合 對 它們 會不會很適合